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四册 第四 单元为正四 任时 203 顺染于喜游 薄阳 于染于高陶 薄义 汤染于伊云 纵回 武王染于太公 周公 此世王者 所染当 故望天下 立为天子 功名必天地 取天下之 仁义显仁 必称此世王者 这条出罪见三十字 莫此所染 顺姓姚有余事 名仲华 历史上称于顺 是皇帝的第八次孙 这个顺很有名 我们常常听 听说姚顺 顺 他是大孝子 这个染啊 这个字啊 同乌染那个染是同样的 这是古字 本文以染诗为比喻 这篇文章啊 以这个染诗为比喻 说明君主必须正确选择 自己的进程 亲近自己的臣子 正确的选择了 才能受到呢 好的薰染 否则呢 就会受到坏的薰染 那所以这个进程啊 非常重要 要选择啊 好的进程 那么自己啊 才会受到好的 这方面的薰染 许游呢 姚顺时代的贤人 立姚在位时啊 率领许姓部落佛洞 在今天饮水流域的登峰 许昌 渝州 鲁州 长阁 乌岭 这一代 这一代后来就成了许国的封地 他从而也成为许姓的始祖 这个阎如许啊 这个姓许的始祖 这是从许游那里来的 因为他的封地啊 是许国了 这是姓许的一个始祖 这开始的一个祖先 柏阳呢 是古代贤人 相传为顺其有之一 高陶啊 这个是宜顺时代的司法官 后来呢 就常常为御官 或者御神的代称 就是管理监律的 现在讲司法官啊 柏裔啊 是渔的大臣 辅佐大渔啊 平治水土 湯呢 是商朝的创建职 西元前1617年至西元前1588年在位 在位的时间有30年 其中17年啊 为夏朝商国诸侯 这17年啊 他是在夏朝的时候啊 这个商这个 这个国家的诸侯 那13年啊 为商朝的国王 就是房地了 金人啊 都称为商汤 就是商朝啊 创建者 依隐啊 这个是商汤的大臣 明依 一名字 隐是官名的 相传生于依水 顾名 所以依隐啊 是汤妻撇驾的奴隶 后来呢 帮助汤啊 讨伐这个夏节 中悔啊 悔啊 这个字念悔 忏悔那个悔的因 又叫莱珠啊 是商汤时期著名的大臣 他以依隐啊 为商汤左右相 作为啊 商汤的左相右相 辅佐商汤完成大业 武王呢 即是周武王 激花 西周王朝开国的君主 是周文王的赤子 太公呢 就是江太公了 是辅佐周武王取得天下的重要人物 周公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 姓姬明诞 也称为俗诞 文王的儿子 武王的弟弟 陈王的叔叔 胡佐武王啊 灭伤 胡佐武王灭伤 武王崩 这个周武王过世了 那么这个 陈王啊 年纪还小 所以 周公啊 就代理 这个社政 那么代理社政啊 这个治理作业 做这个周旅 这个王在这里念旺 国道的薰染是正面的 因此他们可以称望于天下 立为天子 功名盖四方 凡是提到著名的人力之人 必定会推举这四位圣王 那么这条讲主要 这四位圣王为什么他能够称望天下 作为天子 功名也涵盖了四方 所以提到著名人力之人 必定都会推举这四位圣王 因为他们任用了这些贤人 来作为他的进城 那么他每一天受到这些贤臣的薰染 那么他在自己修身养性 办政治自然都是正面的 现在的发展叫正能量 所以这个认识非常重要 要认识这个贤能之人 那么自己做一个领导人 也得到正面的薰染 也学习到很多方面的正面的东西 正能量 我们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企业 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要认识真正贤能的人 来帮助 自己的事业 家业 才会成就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